然後政府就會解讀給你聽說 那牽涉是給你看 叫你少吃點蛋 從你開始做起嗎 你那小朋友就是藝人 現在只能再吃一顆蛋了 不能吃兩顆 所以農委會這邊到底講的是什麼 我們聽聽看好不好 農委會的副主委黃金誠強調 雞每天都會生蛋 人過年會放假 但雞不用休息 全台每天都可以生產 個2100萬顆的雞蛋 民眾會覺得買不到 但是因為現在放假 這些蛋如果在休假 勢必會累積一定的量 預計可以彌補到2月中 之後我們還會從澳美 日本等國家進口 來填補市場需要 這件事情就有點矛盾了 那你還要從外面進口 要不然你的雞蛋 其實就還是不夠用 現在還扯這些 看起來越來越有誠實中的味道了 其實台灣不缺蛋 你們都搞錯了 台灣一種蛋是產量過多 叫王八蛋 我們整個農委會就是 都是充滿了王八蛋 所以台灣真的不缺蛋 如果大家想買王八蛋的話 去找農委會 陳吉仲有說 如果買不到蛋可以找他 坦白說啦 上一次的專案的進口蛋 是在2019年的2月 同樣發生在2月 但它不是因為什麼春節買不到蛋 拜託我們每一年的春節 都休假好嗎 哪一年的春節 大家因為說 在休假期間大家買不到蛋 沒有嘛 每一年的春節過年 大家都要吃滷蛋啊 對不對 過年的年夜菜裡面就有一個是 漏嫩啊 這象徵一種圓滿吉祥的意思嘛 所以你不要跟我扯什麼過年 過年不工作的只有你們公務員啊 拜託幫幫忙好不好 不要瞎扯了 2019年那一次的這個蛋缺 第一個原因是2月份要開學了 開學的這個蛋的供應量 會比平常更多 多個大概三成 所以我告訴大家 我們的蛋的蛋荒啊 開學以後會更嚴重 因為學生的營養午餐裡面 蛋是不可缺少的一道菜 所以第一個 真正的蛋汪還沒有來 第二個2019年那一次的缺蛋的風波 是來自於說 2018年的時候曾經有一個大水災 把蛋雞50萬隻的蛋雞給淹死了 大家知道我們的這個雞肉有肉雞 有蛋雞 專門生蛋的雞 把這個50萬隻的蛋雞給淹死了 再加上新的蛋雞還沒有養好 所以總共有100萬隻蛋雞的缺口 然後才導致那一年有蛋荒 從這個國外進口 但今年的蛋荒 其實也早就有機可循了 我真的不知道陳吉仲除了領薪水 跟枯以外他還會什麼 去年的這個5月的時候 5 6月的時候 因為疫情 我們的餐廳足足大概 進了3個月左右 2 3個月左右 所以當餐廳沒有開的時候 蛋的需求量就大減 大減喔 因為是全台灣的餐廳 需求量大減 很多養蛋雞的這個蛋農 他就決定提早把這些蛋雞給 給淹換掉 他可能賣到市場去或是什麼的 就不養了 因為我生那麼多蛋 蛋會壞掉嘛 蛋的保存期限也沒那麼長 可是根本就沒有 蛋就賣不掉 所以原本能夠生10個月的 對它就變成簡短了 它就提前讓它汰換掉了 這是第一個 去年的疫情 所以你身為農委會 你該不該知道 你當然該知道 除非你是王八蛋 要不然你當然該知道 對不對 然後疫情過後的時候 你就要趕快去輔導這些蛋農 繼續去養蛋雞才對 而不是說現在才要來補缺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因為這個國際的運費或原物料大漲這件事 我們也是半年前就已經提醒我們的政府了 為什麼 因為美國早就發生了 因為疫情而導致通膨這件事情 大家回憶看看 我們跟政府講了多久 講了多久了 可是政府有去做因應嗎 美國的玉米運費漲價 我們沒有辦法從別的地方進口飼料嗎 過去或許可以從大陸進口 但是現在的民進黨可能會說 那個中國的飼料雞吃了 我們會變成中國蛋 從王八蛋變成中國蛋 所以不行 寧可當王八蛋 是不是因為這樣呢 拜託 雞飼料是一個很難取得的東西嗎 你會因為運費然後導致雞飼料大漲 導致我們的蛋缺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因果關係拉得太長了 這代表政府沒在做事嘛 每一個環節你都可以去處理嘛 飼料的供應 政府連飼料都供應不起 都沒有好的來源 然後去年的蛋機的大量的汰換 政府都沒有提前預警說 趕快要再去養蛋機了 我們已經要解封了 餐廳就要恢復營業了 蛋的需求要起來了 所以農委會整個都在幹嘛呢 蔡英文真的沒有打電話去抽查一下 陳其中平常在幹什麼嗎 在台灣從去年到現在 大家去看MOMO購物台 因為疫情大家都從購物頻道去買東西嘛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你去看酒精全部以售丸以售丸以售丸 口罩以售丸以售丸以售丸 然後衛生紙以售丸以售丸 這幾年是不是都這樣 然後現在你去打雞蛋 也是一樣以售丸以售丸以售丸 不會覺得很可悲嗎 不是說台灣錢硬硬角木嗎 為什麼我們買不到的專門 都是民生必需品呢 我們會缺蛋 我們會缺口罩 我們會缺那個衛生紙 不會覺得很小笑嗎 那時候缺衛生紙之後 蘇貞昌還秀一個屁股圖有沒有 藝人藝人藝一個卡層不用用到這麼多 那是啊 那是不是現在要說 藝人給你一個王八蛋 大家就不用買別人生雞蛋了 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台灣的農產品的運銷 到底出現什麼問題 要嘛就是釋加過剩 鳳梨過剩 叫我們吃吃吃吃吃 我們吃不下的硬叫我們吞 我們想吃的東西說沒有 你說這是民進黨的超前部署 這是民進黨好棒棒的執政 我真的不知道說蔡英文的滿意度 為什麼還有五成以上 不想吃的硬逼你吃 賣不掉的逼你吃 想買的買不到 然後這樣子的台灣 我覺得真的是很可笑 謝美姐上次你觀察到說 而且你也查到 並跟我們的觀眾朋友說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南旦北宋 這件事大家看來才恍然大悟 被戳破了這個政府的謊言 那其實要戳破政府謊言的人 有很多專家 包含有一個雲林的彈農 他去PTT的八卦版 他特別解析了有幾個角度 像我們剛剛講到四道問題是一個 之前講到停留感問題是一個 他也講到說 國際的玉米跟石油 還有海運費用也飆漲 那剛剛還要提到說 因為在去年疫情期間 這個雞大家就提早把它釋出了 能夠生蛋的雞 還有一塊我想要問一下順美姐 就是他講到說這個 農委會下令雞蛋凍漲 導致廠商收購意願跟彈農 出售意願大幅降低 他最近打電話給一個 台中的彈行去叫彈 對方開出多少錢 20斤700元 韓運價格 平均一斤是35元 所以根本沒有動力去跨縣市出售 剛剛聊天室還有網友說 洋蔥也要漲啦 不只洋蔥要漲啊 今天不是最新的消息是 你去吃個鹽酥雞也漲 鹽酥雞也要漲啦 然後對我們上次提到 這個南旦北宋其實是政府 給你的一個口號跟一個騙局 因為我們一直都是南旦北宋 所以他們沒有座位 他就用口號的方式告訴你說 不吃蛋也可以 你不會買不到蛋 我就是買不到蛋 就算買得到 各位其實剛剛你們講 那個林小姐那個故事 我記得我出了回娘家的時候 因為我娘家在新北市 我就問我媽說 你會不會買不到蛋 她就說不會不會 你知道現在買蛋要靠人脈 就像剛剛方倫這種 就是要有人脈的 要有眼神交會 那對方會賣你蛋 但是價錢很高啊 現在不是買不買得到的問題 你如果價錢出了高一點 你還是買得到啊 但我為什麼要出比 往常的價錢更高的這種 蛋價去買這些蛋呢 去評議這個蛋價 本來就是你政府的作為 那剛剛已經講了 其實從頭到尾就是一個騙局 政府無所作為 剛剛淑慧已經說了 但是我要講的是呢 我想講一個故事就是說 其實過年的時候啊 我突然想到我好想念我小時候 我們剛剛講到廟這件事情啊 除了去拜拜之外 我們還要幹些什麼事情 去廟口吃小吃啊 對不對 你知道廟口那個 你知道我們剛才在提 台南那個廟 台南五廟那個廟口的那個肉丸 洛爾門前後宮 哇 那個肉丸有多好吃啊 是不是 拜拜丸就是要去吃幾顆肉丸 對不對 拜拜丸就到廟口去吃個 肉丸之類的 但是各位你知道嗎 現在的台灣小吃全部漲價 以前你吃肉丸一碗 可能就60塊 現在要70塊 那你以前吃的肉羹呢 可能50塊 現在60塊 它的漲幅非常非常驚人 所以不是只有蛋了 變成你到夜市去吃小吃 你到廟口去吃小吃 都非常的貴 會覺得很感傷 是因為過去各位記得嗎 台灣最好的時候 有很多的觀光客的時候 他們來台灣都會去吃夜市小吃啊 講了我都流口水了 各位大腸包小腸啊 對不對 還有那個比臉大的雞排啊 但是我現在要問各位粉絲朋友們 你還會再去吃那個比臉大的雞排嗎 第一 它好貴好貴好貴 沒有理由的這麼貴 第二 因為政府都告訴你 什麼原物料上漲 什麼一堆的理由 所以你去逛一攤夜市 請問你沒有五六百 你吃得飽嗎 以前覺得逛夜市的很親民 很平民小吃 就會發現吃飽了還珍貴 而且你知道我們 通常我們念大學的時候 或高中生 學生 多半都要靠夜市 來解決你的三餐嘛 大家也知道光是在北部 有一些大學的底下都是夜市 那學生們其實都是依賴 夜市的一些食物 真的是沒有辦法 那也是因為是比較親民 比較便宜相對 但現在你會發現 你在家煮可能還便宜一些 是因為有一些食材 你就不要選那個那麼貴的 可是現在是所有食材都貴 那這是一個什麼概念 是政府在說太多的謊言之後 他解決不了任何的問題 就像剛剛講 已經告訴你了 農委會說我們就叫這個蛋農 不要漲價動漲 你覺得賠本的生意有人做嗎 我現在問各位 他傻啦 是不是他做慈善 然後他就把這個淡價給動漲了 然後依照政府說的嗎 不是啊 我們政府還真是灌老闆 就叫你供體時間 所以現在倒霉的是我們 是我們這種 是夜市過生活的 還有那些勞力階層的一些工人 你知道我再說一個小故事 好幾次 好幾次在攝影棚裡面 我們叫便當 那你知道 如果它是80塊的一個便當 很棒 這餐廳沒有漲價 人家都漲到90了 你把那便當打開 天哪 那個菜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然後大家罵翻了 這菜怎麼跟以前不一樣 明明有肉沒有肉了 明明有蛋沒有蛋了 你剩的都是些什麼 很便宜的一些可能是醃製品 對 也就是那個80塊 跟你以前想像的80塊 是不一樣的 那你心裡當然不舒服 你生活當中有各種各種的無奈 你沒有辦法選擇 你只能選擇我就是80塊 他給你的菜就是這樣 你要不要吃 你還是吃啊 要不然怎麼辦呢 我只是從婆婆媽媽 還有很多的一些 庶民大眾的角度 去看這件事情 會覺得 我生活在台灣 這種很基本的 逛個夜市 吃個鹽酥雞 這樣我都沒有辦法了 那我吃個肉丸好不好 也沒辦法了 他長得很厲害 那接下來我們該怎麼辦 怎麼自救呢 我剛剛看到其實有網友 他們講說是鬼扯蛋了 我們應該也不缺鬼扯蛋 Sunrise就說 也不缺混蛋 對 不缺的蛋是不少 但是我們要吃的那種蛋 偏偏我們生活在台灣 就是鬼扯蛋 混蛋 混蛋跟我媽媽的最多 對 然後要的蛋沒有啊 還有窮光蛋 窮光蛋 還有窮光蛋 還有窮光蛋 真正要的雞蛋 沒有啊 這不是我們要吃的蛋 還有蠢蛋也不缺 對 我發現我們 總配還真多 我們其實 這樣還蠻幸福的 真的好多蛋 對 完全不缺蛋 你幸福感滿意 你會發現台灣真的不缺蛋 台灣不缺蛋 蛋這麼多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Sunrise 他也說呢 就像我們講的買個蛋 怎麼像非法交易 他說啊 原來是要確認過眼神 才會發現是對的人 方倫我問一下 因為剛剛崔梅姐 有幫我們點提了一下說 現在吃東西好貴好貴 來台南的小吃 台南喔 小吃喔 結果他現在一顆要漲2到5元 餐廳白飯也要漲價了 我們製作人說他這個朋友啊 今天早上最新po文說 去買早餐 發現早餐多20塊 去買午餐 午餐也多20塊 他光是這兩餐 已經多了40塊了 對啊 小吃店的肉桂 漲了2到5塊 我必須說佛心老闆 只漲2到5塊 為什麼 其實我們在讀經濟學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 大家可能平常比較沒聽到 什麼叫皮鞋成本跟菜單成本 什麼叫皮鞋成本跟菜單成本 就是我現在這一個肉桂 我賣5塊錢對不對 20塊好了 我要漲價5塊 我必須要拿一張新的紙上來 給他改成25塊 對 所以這些東西 對於這些餐品業者來說 尤其這些小吃店業者來說 都是成本 所以你們最常看到的是什麼 同一個數字 那個同一個品項上面 從30塊貼一個 40塊 50塊 60塊 一直往上貼有沒有 越貼越厚 這些都是無形之中會加諸在 我們這些小吃業者身上的成本 但是這些成本他為什麼要漲 講一個很實際的 如果連小吃和業者都要漲價 代表說什麼 他已經完全撐不住了 對 因為他知道 會來我這種 街邊的小吃買東西的 要嘛就是順路 對不對 要嘛就是比較辛苦的人 會想說我們買一點便宜 因為我不用電租 對不對 在外面擺個攤 拿了就可以走 可能你是計程車的 可能是問蔣大哥 這樣工作比較辛苦 好啦 如果連他都撐不住 因為他知道他一漲價 他的客人可能又會少了 他一漲價 想說那些比較辛苦的人買 買之前就會再多想兩樣 還是我這一餐餓一點 再去買個更便宜的呢 所以這一些人都是小吃攤業者 都是最不願意漲價的人 所以當他們都逼不得已 得一步一步漲價 你看漲兩塊到五塊 真的要給他拍拍手 為什麼 因為他真的是佛心來著啦 所有的原物料 其實你看這個肉桂 他還有一個很重要成本什麼 肉 大部分絞肉都是來自於豬肉對不對 在2020年的時候 就已經因為他要進來豬 所有只要要貼上國產豬這三個字 台灣豬這三個字的豬肉成本 全部都漲價 漲多少 30%到35% 因為我自己也開餐廳啊 所以我也很清楚啊 所以這些肉 我問他說跟我原本的肉 到底有什麼差別 他說沒有老闆 你現在這個肉跟原本的肉 是同一款肉 我說那為什麼要漲這些 每一斤漲這些錢 他跟我講說 老闆因為你多了一個license 你要多貼那個台灣豬 你要多貼國產豬這個牌子 我說這樣子就要漲我30% 他說哎呀沒辦法 上面有政策 我們下面必須要有對策啊 拍謝 下面有對策 就是把所有的壓力 回歸到我們小老百姓身上 回歸到那種小食摊業者身上 回歸到這種比較基層 我們是做給社會大眾的一些餐廳身上 那換句話說 這些中間的過程 到底誰在賺錢 我說老實話 我看不出來 因為每一層每一層 他都有他的成本 每一層每一層的成本 疊加上去之後 為什麼有人說 之前國際油價漲高的時候 你們很多的價格提升了 為什麼降不下來 這就是剛才講的皮鞋成本 菜單成本 你在這一段過程當中 包含我的報價單要去更換啊 包含我的一些去聯繫的成本也要提高 還有人事成本的提高 這些一在一在都會只會讓我們的新台幣 越變越薄 所以大家如果只看到那種漲5塊漲10塊的佛心店家好不好 給他感謝一下 如果你心有餘力還是給他們支持一下 因為在你可預期的未來 你手中那張新台幣只會越來越薄 我們剛剛有講到說像是很多網友在提醒說 屏東的洋蔥 今天看起來也是要開始缺了 要開始要漲了或是買不到了 還有我們也有聽到說過年後是衛生紙 大家又開始囤了 怎麼老是發生這些事情呢 那好剛剛講到說 但這件事情 有人好我們這個黃金城農委會副主委 他是說年後一定就會恢復正常 到二月底應該都沒問題 結果專家說 到清明節前都不太樂觀 要是清明節還不行 再往後拖一點 中元節呢 中秋節呢 端午節呢 這都是一些只要三節期間出來 就是蛋又開始要缺 還有不只是蛋 所有萬物又開始起漲 我猜二月是不太可能解決 因為我們剛剛說 二月還有一個開學 開學的蛋的需求量 根據往常的經驗 大概會增加個兩到三成 如果你現在都已經是這樣子 沒有蛋的情況之下 你再加上開學的時候 請問一下 蛋要優先攻擊到哪裡 攻擊到學校還是攻擊到市場 所以我不太相信 反正農委會說的話 如果可以聽的話 我們怎麼會缺蛋呢對不對 那到清明或者是更晚一點 我覺得大概你如果以蛋機 現在開始 一月的時候開始飼養的話 大概飼養三個月 可以開始下蛋嘛 所以清明節是比較靠譜的 是比較靠譜 要相信零售商 要相信專業跟市場 只是農委會就是不接地氣嘛 整個民進黨體系 其實就是不接地氣才會認為說 現在還有20塊的藥仔米刷對不對 那剛剛說到說萬物起漲 其實我跟大家講 萬物起漲這個東西 從去年到現在 大家都不斷地用自己的感受 在感受 只有我們的官員感受不到 什麼東西都在漲 你連這個便當我們 因為我很喜歡叫UberEat 不好意思 我每天都在叫UberEat 你去看同樣的 同樣的一家餐廳 現在的價格 可能已經比三個月前或四個月前 同一種東西 大概已經漲了10%到20%了 漲10%到20% 每一次都有各式各樣的理由 油價漲位要漲一下 油價漲位要漲便當 我不知道為什麼油價跟便當有關係 然後價格從來沒有再下收回來 從來就是一去不回頭 油價跌到19塊 便當也不會漲 不會降 對 所以所有東西 這幾年不斷地在漲 不斷地在漲 只有一樣東西沒有漲 就是老百姓的薪水 連公務員 連蔡英文的薪水都在調漲了 但是民眾的薪水就沒有漲 當我們的薪水沒有漲 可是物價在漲的時候 這個就是經濟學上的 貨幣的購買力 實質購買力 大家就會乍幅降低 降低了以後 你就更感覺到說這個東西漲了 漲到你承受不住 我們現在是用政府的力量 在壓所謂的水價 電價跟油價 如果這三樣反映成本的話 我告訴大家 你現在家裡的電費要漲三倍以上 要漲三倍 三到五倍 大家撐得起嗎 可是你說那蔡英文好棒棒喔 都幫我們把這個電價壓著喔 沒有讓我們去承擔這個電價後果 沒錯 電價是因為政府不斷的用你的納稅錢 在補貼它的虧損 台電的電業基金已經快要虧完了 快要虧完了 現在核四它始終不敢認列它是虧損 它還把它當作資產 你既然要廢核四那它就不會是資產啊 那它就是虧損啊 但是核四的資產只要一認列虧損 台電立刻宣布倒閉 所以它不敢只能把它擺爛 你現在公投沒過啊好棒啊 廢核嘛把核四廢了嘛 它也不敢 所以整個台灣的政策就處於一種 這種很矛盾很白癡的一種 一種這種邏輯循環裡面 我之前還沒有要選舉之前 我跟朋友本來要去從事綠能 因為綠電 因為我跟你講不是一直在補貼綠電 收購綠電嗎 其實我跟大家講很多厲害有管道 懂美搞的都從這裡面發現到說 如何去賺大錢 你只要有管道 你就有辦法從政府的補貼裡面 去賺大錢 大家想想看 政府賣給我們的電 一度大概是3.5塊錢 3.5塊吧 商業用電 工業用電 再高一點點 好 民生用電大概3.5塊 但是它用三倍的價格 兩倍的價格 去跟這些綠電的產業去收購 也就是你收購一度電 你就虧一倍了 收購一度電你就虧一倍 你用6塊錢去跟人家買 你用3塊錢賣掉 你每一度電都在虧損50% 那它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台電為什麼自己不去發綠電呢 要假透過別人的手去發綠電 然後讓那個錢讓別人去賺 那那些別人是誰呢 那一些人是誰呢 很多現在從不管是風力發電 或是其他的綠能發電 氣電共生等等的 如果你抽絲剝繭去看 民間的很多電業公司 裡面的主管或門審都是台電 過去很多都是高層退休下來 然後就變成這些公司的門審 再回過頭去標台電的案子 或者是申請台電的補貼跟津貼 整個國家的資源就這樣不斷的浪費 但是我們卻只是在小確幸 就是那張電費單子裡面 還是3塊5啊 蔡英文對我們好棒棒喔 不是這樣子的 大家知道說我們之後 台電燈有一天衝不下去的時候 電價擋3到5倍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 這個台灣非核家園的成本代價有多大 成本代價有多大 不是只有身體付出代價 空屋用費發電而已 到最後你會發現每一度電 每一度電都是在掏空你的荷包 台電每買一度綠能的綠電 綠電大家知道綠電 就是跟綠色相關的電 都在掏空大家的荷包 對 好我們剛剛有網友啊 這個應該是林軍吧 他在裡頭有回報說台東在地震 那因為現在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 氣象局的這個網站上面 有做一個最新的更新 還停在今天凌晨2點多 在宜蘭的地震 喔 有來了 進來了 在這個下午的2點54分的時候 在台東嗎 台東縣政府東北東方的26.8公里 發生的地震 這深度有29.9公里 瑞士規模是4的 那各地震度的話 台東確實很有感 台東縣在最大震度是有3級的 那連綠島也是有一級 路也有一級 那在花蓮縣地區最大震度有到兩級 請大家務必要特別注意一下 在台東發生的地震 我們也是很關心的 很多人說是不是台東地震 或震沒停就不理了呢 好 在第二小時還是提醒大家 記得要進來聊天室之前先按個讚 那並且好咧 我們的子萍一起來聊聊天 也先歡迎我們的第二小時 優勢來賓我們的小新議員 大家好 好 那我們這個第二小時要聊 除了讚以外 要關心的是疫情啊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說在疫情結束 春節結束之後 疫情到底會不會出現一波新的爆發 尤其要不要開工要不要開學 現在防疫規定的大家好像又不太一樣 各說各話 高雄最近大家都知道變得很鐵腕 好像變得說擴大 而且是霹靂手段 但是我們更想問的是 順美姐 專家有在講說這第二波疫苗 我們的第二劑打完之後 這個孝綺可能啦 他認為在3月又會再爆發 新的一波疫情高峰 我之前提過 台灣之所以有防疫的成就 真的是因為我們大家非常的自知 而且口罩都戴好戴滿 我是在過年前的時候 去打第三劑 然後我就發現呢 其實我蠻多的朋友 的確也都完成了第三劑 我不知道 我也要現場做一下調查 你打第三劑了嗎 昨天打的 對 所以你也是 還沒打 我後天 你後天要打了 我還沒打 巧欣同學 因為我的BNT是比較晚打 按時間 可是你看我現場光做一個調查 我就發現大家自動自發 該打第三劑就去打第三劑 所以該怎麼做防護措施 都做防護措施 我們剛才提到過年期間 我發現呢 照理說很多今年過年很多新聞都說 各地啊很多這個觀光區很多人 但是相對於往年過年那個人潮 其實少很多 我覺得民眾在這方面蠻自律的 都會提醒自己 因為人多 所以我們還是不要去了 因為人多 我們可能就不要到餐廳去圍爐 或者是吃年夜飯之類的 那我們乾脆就回家吃 所以我認為這一部分 大家應該都有做好了 各種的這個 那我個人是因為我前面 AZ加AZ之後 專家就建議 就不要再打AZ啦對不對 所以我打的是莫德納 雖然也要忍受了24小時的 非常不舒服 但是這三劑 我認為已經有一個很好的防護力 所以我個人看這個疫情的狀況 我是覺得說 我會採取就是要戒慎恐懼 該做的防護措施要做 但是真的不要太恐慌是 因為你看你身邊所有人 基本上大家都已經做好防疫措施 也都打好了 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 但話說回來 從年前爆發了這一串一串的 一些這個感染鏈 到現在根據各地方縣市 政府的說法是呢 要開始收尾了對不對 包括黃珊珊都說 2月底有沒有一些機會 可能要違解封 那他這個話的意思是說 再收尾了嘛 可是我比較擔心的是因為 馬上大家回到工作崗位 從南部中部回來的 還有今天一個最先消息是 要開工了 有一些員工做了個人的 就是個人做快篩之後 就發現有狀況 所以如果有一些公司航號 開始做這些措施 做快篩 但發現有狀況的話 恐怕在短時間之內 他還是不會小除啦 所以我真的建議 在這段時間之內 大家還是要戒慎恐懼 但我還有擔心一件事情是 因為我記得去年 大爆發的開始是在 就是農曆3月到4月 就是很多的廟會大型活動之後 所以今年我們又要面臨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到時候 不論是各地方政府還是中央 他們有沒有一套 自己的標準這比較重要 因為現在 因為我們很多的工作 要到外地去 比如說去出外景也好 在攝影棚工作也好 到哪裡去 我會發現標準不一 比方說我可能這個時間 我到購物台去了 前一天說戴口罩 第二天說戴面罩 然後又說賣保養品的時候 不用戴照 那這個標準就是 天天都在變來變去 但是不論如何 我個人的想法是 我們就遵從現在 在防疫的非常時期 能夠去遵守規定是最好 還有就是有時候到中南部 我們還是會發現 有些民眾會戴口罩 可是經常口罩是拉到 大家應該知道吧 鼻子一下 鼻子要遮住吧 大家有沒有發現 還是很多民眾是覺得 我鼻子需要呼吸 所以你有一些小動作 還是會露線 其實還是會在這個 防疫的一個邊緣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 還是要很注意 然後再來因為我個人是媽媽 我對於這個 我記得過年前 就是很多的這個年輕朋友就 會有一些小動作 比方說因為現在年輕朋友說 被政府框出廠要4萬塊 大家知道吧 4萬2 1天3千 讓大家算過價錢 你這交壞小朋友 然後就很多人開始不用手接實聯制 就開始真的是 就亂寫一些電話號碼 或者是實聯制也沒有確實做實聯制 就是很恐慌 但是你不能百分之百去 責怪這些民眾 也就是說因為每個縣市政府 它標準不同 所以基本上它心理上就覺得 我能避則避 我能夠不要被框到 我就不要被框到 那大家要去了解 民眾的這樣的心理 而不是去壓抑民眾這樣的心理 然後再來因為這一次呢 日益這個物流公司 我收到好多好多朋友都跟我講說 記住哦 最近某家的那個包裹 就不要收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收到 這樣的訊息 結果會開始恐慌 不過呢 因為它畢竟就是一個時間性 這個時間性過了呢 我認為是 還是一個處在比較安全的狀態 所以還是不要太過度的恐慌 對 就是謹慎要有啦 但是不要有過度的恐慌 以免生活可能也過不下去 你的心情也不好 方總我們剛剛講到搶蛋 現在連快篩試劑都搶翻了 連這個也可以來搶啊 快篩試劑或者之後的口服藥劑 我相信從之前的疫苗 從一開始的口罩 到酒精 到疫苗 到快篩試劑 避到未來的那個口服藥 我相信只會一波一波的搶 只會我們之後 可能還會再討論一次 類似的劇情 因為這樣的戲碼 在民進黨政府的執政之下 會不但的上演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看到的是 其實黃珊珊今天講的這個概念 我覺得很正確 只要是企業 不管是餐廳也好 或者是中小企業也好 鼓勵你的員工 你放完九千這樣 老闆不可能問你 除夕去哪 除一去哪 除二去哪 你毀了幾個娘家有沒有 不可能這樣問 但是保護自己也保護其他人 我認為企業應該有責任 相對的提供這些快篩的試劑 要給這一些所有的員工 然後也換句話說 不管他是不是台北市民 因為他有可能是駐中南部 然後上來台北打拼 或者是說 他本來是台北人的 這一次過年去各縣市走一走 這個東西你不能怪他們 為什麼 因為你政府自己開綠燈 你政府說可以去拜廟的 你沒有跟大家講禁止 你也沒有提醒大家說 我們這一次我們的高鐵 全部掃賣 或者是台鐵的量能降低 沒有 當你政府不斷不斷 在很多地方開綠燈的時候 你不能把最後的責任 丟到民眾身上 你自己去人多的地方 跟人家擠 抱歉啊 你也沒有規定啊 對吧 所以像我在過年這段時間 我也去看了很多 包含我們風天空啊 慈惠堂啊 慈幼宮 人還是很多啊 但是就像剛才社媒姐這樣的 大家都很自主 口罩戴好 你不要再靠近我 對 然後每個都大家乖乖的 經過那個廟門前面 現在廟門不像以前 跨個門檻就過了 現在要先刷死廉痴 然後再去量體溫 然後有一些比較厲害的 還有一整條的那個 噴霧型的 就跟我們中天底下 那個水神有沒有 全身給你噴一下 保護自己也保護其他人 民間做到的 人民做到的 政府做到了什麼 我們政府在相對應的物質上面 提供了什麼 我們的快篩世紀 今天不是到今天才有疫情 過去一整年時間 你的超前部署 不到哪裡去了 我們的快篩世紀到哪裡了 這個時間點 黃珊珊做的決定是正確的 但是後期的物質在哪裡 所以這一個問題 我同時是丟給中央政府 也要丟給地方政府 你地方政府也要有相對應的責任 跟態度 不是喊出來 然後都怪中央的錯 所以其實在過去這段時間裡面 不管是在野黨也好 或者執政黨也好 我相信很多人 給政府提供了非常多的建議 但是我們為什麼不去多做一些準備 結果去年在買疫苗的時候 跟我講1500萬劑BNT到了 好了夠了 不需要了 你怎麼知道第三季之後 我們又不要再追加第四季 其實這些是不可預測的 這些公衛專家 如果你用專家的身份 用公衛學者身份出來跟我講說 台灣人放心 雖然會有Omicron 但是不需要什麼 不需要什麼 OK我相信你 可是你永遠都是在下午2點鐘 陳時中坐上去 我們今天又40個 用這樣的永遠都是用這樣 這一齣戲我們已經看了多少天了 抱歉 我覺得這齣戲人民已經看膩了 我們要看的是你一個有能力的政府 拿出解方來給大家 我們看到的是台北市 也已經說了我們要正常開學對不對 但是桃園或者是高雄 兩者都要延後 我其實沒有要去評論說 哪一個縣市政府的這個首長的黨派顏色 我沒有要去評論 但是這一件事情 我必須要提醒全台灣各個縣市政府 要記得過年這九天 人是流動的 不像是我們平常上班日 該在台北就台北 只有週末會出去走一走 沒有 過年這段時間 有些人從中南部帶著雞蛋回來對不對 誰知道會不會身上沾染的一些 病毒病菌之類的 所以這些問題我覺得 應該要全台灣 由中央政府去做一個非常完整的 疫情的回報 不要想用蓋牌的方式 來告訴民眾說 安娜沒事啦 Omicron很簡單啦 你只會讓民眾的心情越來越緊張 因為大家覺得時間又快到了 再來再兩個月 又要進入到去年的那個 疫情爆炸起的那個時間點 那請問一下 該不會我們今年 又要從4月5月份 又要三級警戒了嗎 這是大家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 也是現階段政府必須要拿出 解決事情態度的方式 小金人 上一次我們在這個棚內討論的時候 你也在講說 政府要講清楚他的態度嘛 那你要不要跟病毒共存 現在看起來有點曖昧 看起來是要朝向這個方向 陳時中又還沒鬆口 但是你又看看 我們現在國中有國 不就正在實現當中嗎 高雄在搞這些大匡列法 他搞得很嚴格 看起來不是要跟病毒共存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嗎 尤其現在要開學開工了 所以其實很多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真的出現疫情的時候 他有在聽中央政府的話嗎 實際上是沒有的嘛 但是你會發現 我們現在中央政府 好像把所有的執政縣市 分成綠的跟非綠的 如果今天綠的 就算你不聽我中央政府的話 你要各自為政 那沒有關係 你就盡量去做 反正你做的我都會接受 可是如果今天是非綠的縣市 比如說像是台北市或是新北市 你哪一根毛跟中央不一致的時候 馬上過來檢討你 比方說本來柯文哲要升什麼2.5級嘛 我們先不論說這個做法好或不好 但中央是不是馬上跳出來講說 你這個好像跟我們不一樣 開始有很多這樣子一個雜音 所以實際上就是分成綠營的縣市 跟非綠的縣市 我們看到現在高雄市的做法 他們大規模的去快篩 把期經的民眾 幾乎就是快篩過了一次 大家還記得嗎 在疫情早期的時候 有一種說法叫做 偽陰性跟偽陽性 不鼓勵大家去做篩檢 到現在大家已經習慣快篩了 已經覺得說對啊 本來就是要快篩嘛 這樣子的概念包括國民黨 我們耳提面命講了多久 當時的指揮中心怎麼說的 不可以篩檢 萬一篩下去是偽陰性或是偽陽性怎麼辦 很多的快篩市計也不見得準 所以不要賣不要進口 可是現在我們發現 我們也會去鼓勵企業 就是你自己來篩 就算今天他有偽陰性偽陽性的問題 你基本會有第二關的PCR 他還是準的嘛 所以我們就講了非常多次 就在我們往前推點 落地普篩也是一樣的 當時包括侯友宜 我們都主張什麼 你今天國外的旅客 回到台灣來之後 落地的時候先做一次PCR 篩檢出來之後再去隔離14天 14天以後再篩第二次PCR 這樣子就可以最快速 最有效率的阻絕病毒 在我們的國界之外 當時一樣 偽陰性偽陽性蜘蛟 這樣子我們的醫療資源會爆炸 什麼都不做 不做的結果是怎麼樣 後來5月去年就開始 整個疫情就高起來了 現在我們是不是很多的班機落地之後 都要進行篩檢對嘛 所以證明當時很多的公衛專家 包括国民党的说法是对的 国民党的县市政府这些市长 他们是有专业的 但当时呢 中央政府就直接靠对方的帽子 说你会增加政府的负担 然后呢 网军铺天盖地来攻击你 再往前更离谱 我们现在大家口罩戴的很习惯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说 戴口罩是能够有效去预防被感染的 甚至你也比较不容易感冒了 可是在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位我们的马英九马前总统他戴口罩 民进党怎么说的 你怎么可以戴口罩 买不到口罩的时候 就叫大家不要戴口罩 我OK你先戴啊 是所以当时范云 当时林楚英一字排开赖品瑜 拿着标语叫大家不要戴口罩 你现在回头看来会觉得 这些人既荒谬又无知 我们国家如果做不出 足量的口罩来让大家戴 那是国家政府的问题 是你要赶快去催 而不是跟大家说不用戴口罩了 所以你看现在防范Omicron 防范整个变种的病毒 我们都知道一定要戴口罩 那当时那些人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就跟这次买不到蛋 开始有新闻说吃蛋 吃太多容易中风 就我们的政府 他们一直用一些不实的资讯 就是借在真跟假之间 你当然你吃太多蛋 可能对你的身体不好 可是问题是现在民众只是想要吃一颗 跟两颗他都买不到 你知道当时戴口罩这件事情 当然不会因为你戴口罩 可以完全阻隔所有的病毒 但是戴口罩他一定是可以加强 彼此之间的防护嘛 所以你看到缺什么 政府就告诉你什么不用 那时候抢疫苗 世界各国都在抢疫苗的时候 我们因为抢不到 我们因为买不到 告诉大家台湾很干净 不需要打疫苗 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 所以刚刚方伦讲说 我们要超前部署 可是因为政府的无能 其实我们已经错过 非常非常多次超前部署的机会 我们就连筛减的费用 都比其他各国来的高很多 连快筛事剂的量能都不足 所以我就在想 当其他国家都在解封的时候 我们回到正题 其他国家都在解封的时候 台湾到底有什么条件 做到也能够解封 我们的超前部署 我们的物资准备好了 我们药物准备好了 我们快筛事剂准备好了 没有 如果都没有 那你又要如何与病毒共存呢 你又要如何能够跟得上 国际社会的脚步呢 我们刚刚看到一个网友 李玉英他说 吃蛋吃到太多会中风 今天是好好笑 但我现在想想笑着笑着突然觉得有点想哭 确实就是有这样的讯息传出来 那当然国民党再喊大声一点 有没有用呢 可能也需要一个比较强而有力的对象了 我们再讲到说昨天 讲2022的布局 但是那2024呢 这也是要先超前部署的 在过年前 这韩国瑜PO了一张合照 包含的是这一些 所谓的蓝银太阳门 那我们就来看看吧 这几个人在接下来的这个2024又会是如何 我们的标题特别这样写 想选的未必能赢 能赢的未必想选 以这个网路声量之前 我们先看看粉砖的网路声量吧 朱一伦100万个赞 98个人追踪 韩国瑜88万赞 100万人追踪 那当然还有郭台铭 还有侯友宜 还有赵绍康 郭台铭你怎么看 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 我觉得对于支持蓝银的人 我不去先抢蓝 因为我一直说我没有任何党籍 我也不是国民党 应该蛮兴奋的吧 因为有四个太阳 可是这四个太阳 好像有各自不同的方向去发展 尤其这个标题 我觉得太棒了 相选的未必能赢 能赢的未必相选 那请问那国民党到现在为止 到底在做什么呢 好像从早期我在跑 二三十年前到现在 国民党似乎都 都没有完全能够跟 现在脉动接轨 我的意思是说 我常常在强调说 选举一直在变 一直在变一直在变 选举的方式策略手段 都随着媒体的这个不断的在更新 所以它一直在改变 一直在改变 可是国民党在更新的速度上 你知道电脑手机都得更新 可是国民党的速度似乎慢了些 光是这张照片之后 然后呢 我现在问各位然后呢 因为这里只有 你是跑党政的 然后两位有党籍 我只是一般庶民 我是问你们进度在哪里 对 没有嘛 吃个团圆饭很好 不是 我只看到绿营马上就这个 側翼就把那照片 照片做什么法量的 法量的差异 法量递减图嘛 但是我们必须讲 因为国民党一直不断的提到说 塔绿班啊 网军什么 其实支持蓝营的民众 听了也认同 认同 但是拿点办法出来吧 我的意思是说 看到这个照片 大家会觉得长期支持蓝营的民众 你知道很闷啊 这几年 很闷很闷很闷 尤其上次的双杀之后 那简直是溃不成军啊 大家心情都简直趴到谷底了 看到这张照片 你正向点讲说 哎呀 很棒啊 是不是 我们好歹四个太阳啊 是不是 但是接下来呢 然后就各种揣测 对 有些人好像要选 但是他的声量不够 可是那个 大家觉得他一定会赢了这个人 三不五十问 他都说他不选 那到底现在怎么样 而且我必须讲啊 比方说 我们就直接坦白说 韩国瑜好了 他的动向是什么 除了出了那本书之外 然后呢 现在经常看到战斗篮位置的是赵少康嘛 是不是 他连这个这次冬奥的这个 他也讲了一句话说 叫你是不是让你去交朋友的 他至少他有在刷他的意见跟他的想法 但其他的人呢 我必须讲就是说 国民党这么多年以来 让大家的想法是没有不好 可是你们的打法一直都是很佛系 那那个佛系已经到了就是 你如果在一个竞技场上呢 你永远都是太极拳 太极拳真的没有不好 但是当你这个架势站在那边 然后开始匕首画脚的时候 你知道民进党是用什么打法吗 他是格斗啊 而且他是不按牌理出牌 可能一招就会把你打挂 所以我的说法呢 我的想法 我只是透露出一般庶民大众 对国民党这几年 每一次讨论到蓝营 不要提小蓝营的困局 怎么会困这么久啊 你也拿出点办法来吧 然后这个过年呢 我真的也看到了蒋万安 那个拿铁爸爸那一则专题 感觉也不错 还是佛系的打法 佛系的意思是说 你永远做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你对这整个国家社会 发生了很重大 大家关心的事情 一定要有强烈的表态才行 你不强烈的表态 你就没有存在感 那没有存在感 好啦 网路声量呢 什么一百万人按赞嘛 朱立伦 韩国瑜 谁谁谁谁谁 但是各位也知道 网路的声量很不错 但是完全代表选票嘛 不对 旁边都摇头了 对不对 我说话已经有很多修饰了 我的功能在于 一直鼓励跟激励国民党 你们得学学这个豺狼虎报 我不是要你们幻化成豺狼虎报 只是这么多年以来 你们总是说台律班很可恶 总是说网军很可恶 但永远就是网军在治国 永远就是输给这一票人 那总点拿点办法出来 四个太阳的照片亮在那里 然后就被人家不断的羞辱说 那个头太亮为什么没有戴口罩 然后我看到的都是这个 你们怎么不能来一点 光明的正向的东西呢 我只是提出我的问题 请教其他的两位同志们